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这个卡达 Miner 可录式无线麦克风的一些 基本操作 它的操作很简单 但是顺序要搞对 要设定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设定 发射机及接收机 我们来看一下 发射机的设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界面 就很简单 实际上所有的资讯都显示了 那旁边这个就是表示讯号 讯号的部分 我指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讯号的强弱 现在是满格 那这个H 表示这个使用 这个强波段的 你也可以选择L 低波段的 那H的话 高波段强波段的话它距离比较远 那L的话L 就比较低一点 那相对的H会比较稍微耗电一点 那V10 是表示它的音量大小 那内建是在10 那可以1到12 那等下调整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电池的存量 现在是 满格的 少了一格了 那这个是频道 那这个频率不管它 我们只要选频道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A组或B组 假如你是用双 1对2的话 就设定了A或B 那现在这一台是1对1 所以设定在A组 那这一个 这里有个M M就是 麦克风 假如选择L 6就是Line输入 所以这一台也支援Line 那这边是 这个是国际频道 那我们不管它 我们现在用C的话是通用的 那设定给各位看一下 旁边这个 Set的钮 长按是关机 短按是设定 那我们按一下 第一个是音量的大小设定 那由箭头上下来设定它的音量 好来我们再按一次 因为它大概是3秒钟之后 就会熄灭掉 所以 按了之后 按Set键之后要赶快 设定 好 那音量大小 我们现在调低 调高 箭头 往上调高 11最高到12 那可以依据你的需求去调整音量 那我们现在内键是设定在10 好再按一下 是A组B组的切换 那A组B组 这个就不管它了 好 接下来呢 再按 再按一下 等一下 因为三秒钟过了 来 再按一下是China 那这个China一定要跟你接收机一样 它假如是3或是5 你一定要跟你的 这个接收机的频道数是要一样的 才能接收 所以它是必须手动的 不像M01S是自动 搜索的 它这个必须对频 好那我们现在设定在5 好再按一下 好就是M了 下面这个M 那你看一下 太快了 我觉得它的设定太快 来 再来 是 L 就是Line-in 有没有看到L 就是Line-in 再选回来 那这个 这个时间有点短 还没讲几句话就变 好M 所以各位在设定的时候要动作快 M 好那 再按一次就是到H了 我们再按一下 它是一个循环你看先音量 然后 A组 B组 再来是频道 再来是麦克风或Line 再来是H 就是刚才讲的 强 强功率或低功率的 我们一般 你可以放在角色内短距离用 低功率会比较 省电一点 好 大概发射机的设定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蛮简单的 那它旁边就是set键 上下键 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充电口 还有 TF卡的 这个插槽 好 各位可以将 TF卡 直接从这里插进去 就可以使用 就我们手机用的这个记忆卡 小的啦 TF卡 好我们接下来看的是 接收机的设定 长按开机 按下去 Welcome 画面 出现 OK 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设定了 设定的方式一样就是按set键 就旁边这个set键 按一下就可以了 按一下就可以 那它大概三秒钟会消失 所以大家动作要快一点 按一下 好我们先看是在哪里 好 China 就是A A组和B组 好 各位可以看到 说明一下 这一样是讯号的强弱 这个M呢 就不是麦克风和Line 这个M就是Mono和Studio 所以它会MS 这个字可能 糊糊的看不太 因为这个拍摄的时候有一点over 那这个 频道主别 这个不管它 这个国际频道 那现在 这边的天线没有显示是因为我们B没有 我们现在是E对E 所以B组没有开 所以没有显示有天线 现在A组我开着你看 我A组的麦克风开着 我讲话的声音音量就会显示在这 怎么样 喂喂喂 好 那这个就是说频道 A组的频道是China 5 B组的频道在China 1 这个都可以修改的 但是一定要跟你的 发射机对应 一定要跟发射机对应 现在 我们A组是 China 5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发射机是不是也China 5 有没有 那这样就可以相通了 OK 好 我们再看回来 那它的设定其实 也蛮简单的 就是 按这个Set键按一下 它循环的 好我们看一下 按D一下 是China 5 再按一下 是A组的音量 然后这个是B组的频道 B组的频道 它是三秒钟很快 真的是 B组的音量 好一样 它都设在V12 再来一次 接下来看到就是这个 S M Mono Mono就是合并的声音 Stereo就是分音 一二轨分音 那我们现在一对一的话就设定在Mono就可以了 M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设在S 不然你只有单边有声音 来我们看一下第1下第2 按第3 按第4下 按第5 就是 Mono和Stereo 好就没有了 它的设定很简单 就是这几个动作而已 记得 这个频道数一定要跟你的发射机 对应 假如你有1对2的话 这B组打开 天线这里也会 收信的这个信号也会出来 那一样 频道数要对 音量 好 它的 基本上 你看它就单纯了 就是一个 Type-C的充电 那这边 Set 上下键 就这样 然后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Output 所以你输出到相机或是手机要从这边输出 这边是监听 不要插错了 画耳机这个是监听 它主抗不太一样 不然有些人他从耳机送出去的话 音量会变 变很小 希望 你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用Output这边输出 不要插错 音的操作 我们先把这个TF卡 插进我们这个接收机 然后 长按侧面这个上下键的上键 上键头 按三秒钟 蓝灯亮之后就开始录音 长按就解除 中文字幕并且可以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